5 4 3 2 1 掌声 各位男士就请打点行装离开你们的位置 各位男士20分钟之后呢 应该是蛮好玩的东西啊 然后就是很多人在一起年纪相仿的 然后兴趣相同的可以在一起聊一聊 就算是普通朋友也是很好的 好的 我们今天红口区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士 在找编号是714的男生 714的男士如果在现场可以到我们的红口区来一下 我觉得目前的方式还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在世纪家园的话 其实网上会也有很多认识的方式 还有途径 对我们线下的朋友来到现场来见面 其实是在线上活动的一个补充 我跟小姑娘们下的补充 出现在让我们拿早退 出现在的补充 用一个川隙带向前的新养 こう讲的女士 我有丹寅 Од desde早上 现在女孩子多的优秀的胜过男孩 她现在要是早起来就难度高 难度高她再说要求也高 要求高都要有房子 有的要有车子 有的要自己学历 要是本科的 她希望最好是本科以上的 要比她优秀的事业有成的男士 有责任性的 有事业性的男士 最好是有事业性的 收入要比要胜过她的 要比她高的 现在不好找 我们的门当户队的具体的条件在发生变化 但是仍然要是门当户队 今天不会认为一个优秀的女孩子 她找一个很有成就的男子 这个成就主要不是说她的家庭背景 最主要的是说她自己怎么样 比如说她自己有没有实业 她自己是不是一个什么 这个学术上很有成就 或者是不是她很有钱 这都是衡量一个人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标记 所以我想今天的这个情况 跟先前的情况 最大的变化 就是人们认为什么叫门当户队的具体条件变化了 但是这个社会还是认为 人 男孩跟女孩应该门当户队 我觉得中国最大的变化 是从交友渠道方面 有个很大的改观 因为以前的话 都是通过父母相亲 或者是朋友介绍 或者是同学 或者是同学的同学 但是相对来说的话 她认识的范围还是比较窄的 但是现在的话科技比较发达 有通过网络 或者是通过各界的媒体 它可以在一个有具体的时间里面 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去接触到各种层次的人 然后让你在一个范围里面 接触到很多类型的人 让你有选择的范围更加大一点 然后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可以找到通过很自由的交谈 去接触到你想接触的人 因为毕竟来说 我觉得工作不是跟你的是一辈子的 就是你的暗示是以我来说的话 你当时28岁以前 很多东西都没想到 你现在知不知道 你觉得你这辈子的话 什么样的女孩子 你觉得这是你想要的 就是比如说性格 还有年纪 还有身高外貌 加上工作 或者家庭 我感情的东西可能还更多一点 感情的东西可能还更多一点 然后能够才能来 然后你可以共同地一起 因为肯定随意走在一起的 要最后的 比如说老了以后 你老了以后 白天的话 早上六七点钟起来工作 然后到了晚上六七点钟 七八点钟以后 可能你的工作才结束 这时候你可能需要 跟国外的一些交流 音乐的交流 可能工作到十点多钟 然后星期六星期天 有时候会加加班 然后你可能更多的时间 在旅途上 比如你出差的话 可能在路途上 就算你遇到的 就是说工作上的朋友 或者这些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就是 一两个小时的交流 你不可能有这种 感情上的这种交流 所以说有这么一个环境的话 我们可以更多的 更是视灵的 和自己想法差不多的 然后呢 让自己更 让可以能够 看得中自己 也能自己 让自己更心意的对象